国民党副总统候选周壮康 昨天在辩论会上 被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修美行 问到这核废料该如何来做处理 周壮康就喊出了美国放哪里 我们就放哪里 而美国现在是采用地下掩埋方式 就遭到专家打脸说周壮康 根本不懂台湾地质条件 美国放哪里我们就放哪里 辩论会上被问到核能议题 赵朝康喊出核废料处理方式 要向美国看齐 强调核废料可以采用地下掩埋的方式 但随即遭到专家打脸 台湾的地质条件可不允许 以台湾来讲 没有一个地方 在半径8公里以内 是没有断层的 如果赵先生能够找到这样的地方 请告诉大家在哪里 那没有这样的地方 不可能盖 那你怎么盖 现在他讲的这些事情 历史会永远及格 有这样的一个人 对台湾的地质如此不了解 然后做出一个如此荒谬 疯狂的一个决定 高谈核电 赵朝康还主张 新北有16座核电机组设置空间 应该增加核一核二核三机组 遭经济步反驳 或质疑他和侯友宜的证件不同步 赵朝康更语出惊人 说核三居民很爱核电 屏东居民都让我很惊讶 他们需要研议啊 为什么 因为对核电厂附近 有很高的补助款 赵朝康先生是在上上周 到屏东的选举造势 才到恒春半岛 停留的时间非常的短 那居然就可以把在停留的时间 转成说恒春半岛的乡亲 为了高额的补助 所以支持这个核三料演绎 我想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一系列言论被外界质疑是在胡扯 赵朝康依旧坚持自己的理论 并不是乱埋废料 而是埋在现行核电厂的下方 就是把现在核电厂下面的 已经满出来的核废料 要移到干湿储存槽 都在现有的核电厂里面 那他的安全地址都经过探勘了 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如今日本石川县一号发生严重地震 核电厂安全再次受到各界关注 也成为蓝绿证件攻防焦点 但倘若台湾真的发生严重地震 赵朝康恐怕也无法负担核灾 记者组合报道 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公布幼育公司财报 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再出招 用个人的名义租给文化大学所该缴的税 比较起用成幼育公司租给文化大学所缴的税 中间差了一千五百万 侯友宜真的很会省钱 真的很会结税 会这样说就是因为若以个人名义出租 每年需缴纳的所得税 和以公司名义出租税率差很大 那伴拿出手板 在反驳新北市府所说的 侯友宜持有的新装复兴段 253254D号不符都根条件 现在这两块土地整合在一起之后 已经可以进行劳屋重建 也有个别适用的融机奖励 254 253 256 252 251 以及255全部相连在一起 它就有做都根的相关的条件 这整块基地整合起来 这个可以赚的钱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私下有把它算过 大概是三亿元左右 不值赖伴质疑侯友宜计划新买地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更踢爆 新北市府2018年在新装规划 一处学校用地跟侯友宜家族建地 仅相隔10公尺 让该地成为学区房 价值大大上升 不管新北市政府做什么样的规划 好像都非常巧合的 和侯友宜的土地扯上了关系 还是解编之后要来变成 这个住宅用地 其实在在的都是家会到侯友宜 他家的土地 新装文高用地早在民国62年 新装都市计划计划设 侯友宜新装列地争议 一波未平一波有气 记得张嘉玲和欣欣采访报道